主赛犯马力吹起来全场比赛 开始的哨音 这里是由腾育体育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 中套联赛的比赛 亚历山的里尼横跑三步 直接打门了 打在了近角被门向王国明目 荷兰的进攻 周定阳向往左侧转 还有人吗 边路上来 面对高翔 调整一下左外线 左脚再传 到中路落点还可以 二点球有机会 直接打门 防尔队员把球挡出了底线 来自刘嘉珍的风度 高翔传中打前点 来自罗欣的结尾 因为他现在你看他 如果中路只有拉东尼西这一个点的话 即使边路传中的话 你看这边中路 苏尼奇 罗欣陈昊这三个点 直接往中路掉 这个球没传好 刘嘉珍解尾出现了小的失误 一对一 踩单车往中路走 哇这个铲球 财队员 哨子还是响了 这下如果要是判科招的话 没有捕捉到财队员这个手势啊 他是究竟吹的什么 哇这个应该是吕鹏犯规吧 哎呦 这还不好说 这个被发架之后 这整个就打乱了哈维尔的战术 对吧 哈维尔可能想的挺好 这边杀进来了 进攻犯规 他上半场先顶住 是吧 下半场换上卡兰加 哎 这是拉多尼奇吧 上方球员 冷静下来 看个对球 哦 这下上过 确实是啊 罗欣呢 先卡住了位置 看看认一球 变脚球之后 三边少 先响了 后点 哎呦 这门架冒了 但是后点 多达多这球呢 也不太好控制 周军真假跑 左脚开一个前点 还真抢到了 刘家山 12号 陈浦来主罚 陈浦这赛季一个进球 打了四场比赛 左脚开起来 落点不错 投进 抽进了 1比0 50分钟 卡兰加 这个球 陈浦落点发的非常完美 卡兰加收获了 回归赛场之后的 第一个进球 把荷兰队 哈威尔教练 自己利用自己的 个人能力带到底线 创造一次 角球的机会 哎呦 这怎么没人盯啊 两个替补他的球员 啊 这怎么没人盯啊 你看对吧 二方三啊 这也不应该啊 这卡兰加这个点的话 应该有人重点的 去照顾他呀 这个是完全 他不是说漏人 他是没人看他 对 他中间就两个 前锋猪战荣和 拉多尼奇在防着 荷兰队三 周定阳的下半场 比赛这个思路也很清晰啊 就是保护防线 他就是在两个中卫身前了 对 这个转得漂亮 内切 找角度 再来一脚 打了一个定球射门 调整 周俊晨 左脚再给 逆足打一脚远射 这个球呢 擦着远点的立柱出的底线 尝试的这样一个进攻方式 对吧 利用你的 对 就是利用你的传球来调动对手 是吧 从左路转移 右路反向的转移 你让这个 本身中场 再传 后点 有机会 哎呦 大门 门叫 走着扑就 再来 这一下 周俊晨用了一个外脚 被传球传得很血液 然后 这种层次 你看这次中路有四个点包抄 对吧 前点 后点都分布的非常均匀 这一下文将出的真快呀 王国明 他判断也准 王伟在连续三次右脚扣 他还是想扣 牛子义一看 你都这么玩了三次了 哥 还这么玩 已经提前预判了 哎呦 这个铲球要吃牌了吧 要吃牌 然后这个陈朴去了中间和周内阳 两个人搭档这个双后腰 靠近去的一边 二连 朱定阳顶出来 朱定阳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 再传这个点 好球啊 出销 哎 这 不能插上来的 应该没问题啊 朱建荣 这个跑的没问题 没问题啊 传点没问题 这 他顶完之后我有点懵啊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个球 右边继续拳上来之后呢 他有一次突破还不错 但实际上整体效果不是特别好 但是那一次 在那边打的不错 呦 好球 陈浦进了禁区 这是个机会 调整 左脚扣到右脚 机会右脚 大门 2比0 河南所长入门锁定胜举 卡兰加完成助攻 陈浦单刀直入 扣开后卫 右脚打中路得分 他们要迎来赛季首胜 没有任何问题穿当了吧 穿当 哇 漂亮 哇 漂亮 陈浦扣扣了一下 非常冷静 如果你不知道教练员在场上有什么作用的话 看这场比赛吧 我以为亚里山的尼急了 陈浦是在背后有一个踢到他脚 但是这个不是故意的 是故意 是故意踢的是吧 但是就是那样的一个机会没把握住 河南队打反击来了一个 对 但是河南队这个比赛赢下的话 现在积分榜也上来了 全场比赛结束 哈维尔如他赛前所言 帮助